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 同以往类似报告一样 罔顾事实 充满天见 美方借报告炒作中国核威胁论 纯属操弄话术 混淆视听的把戏 国际社会对此心知肚明 事实上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来源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始终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积极主张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并一直将核力量规模 限制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 中国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和无核武器区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都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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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